花莲县府从4月起举办第一场春天慢食乐活动后 端午廉价首日在22号 美伦山原住民族野菜学校举办夏天慢食乐音乐赤集 结合了音乐活动、有吃、有玩、还有音乐以及手作体验 让民众在端午廉价感受属于花莲夏季热情的慢食乐趣 端午廉价何处去、端午廉价首日在美伦山原住民族野菜学校 执办夏天慢食乐市集并结合沙沙音乐展演活动 邀请四组在地乐团轮番演出、有吃、有玩、还有音乐饗宴 要让民众在廉价感受夏季热情的市集音乐趣 我们这个活动是夏天慢食乐 我们整个是有春夏秋冬四季 刚刚已经办了第二场的活动 那我们这个活动是配合我们的野菜学校 还有我们的沙沙音乐会的活动 我们把它办在端午节今天第一天能够先办理这样的活动 让许多民众可以来了解我们这边慢食的活动 到底办些什么 那我们现场的摊位有我们20摊的 有不管是手作摊位还是有农客产摊位 还有我们自己小农的摊位都有 然后也有体验区 那更重要的是有搭配到我们沙沙音乐会 所以我们有我们的歌手 我们自己素人的歌手 我们会邀请他上台来做演唱 我们在野菜学校这边部分 我们也有搭配一个香料课程的活动 那香料课程我们是在线上做报名 15位都已经报名 那他们就是学习我们原住民的一些香料 如何搭配在我们的一些烹饪的一些食材上面 那搭配到什么样的香料 然后才可以做一个美味的原住民食材 另外还推出夏季香料课程 教导民众制作秘制月桃酱 野菜刺葱饼干 在连假期间感受属于花莲夏季热情的曼食乐趣 也期盼多过市集活动 提前为即将在10月28、29日 办理的2023原住民曼食博览会 及曼食论坛热声 逐步推广原住民曼食理念和内涵 记者长帮用花莲师报导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